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你看到我这么高兴就知道又是时候开箱了 今天开箱什么呢? 今天不是要和大家开箱什么化妆品和护肤品 而是要开箱韩星的周边 大家知道我很喜欢AB6 早下又发生了事 大家都疯狂去买周边 因为大家都怕没有 所以就疯狂去找周边去买 我当时也买了不少东西 想趁这条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了什么 开始之前很多人会问 你平时的专辑周边是在哪里买的呢? 如果专辑的话我会在Gmarket或者找代购买 而其他周边的话就会找代购买 那我就不跟大家说在哪里买的了 大家自己去发挂一下 那我这次也买了 1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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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有七样周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讲讲一下自己都心虚 我今天的concept是吞巴这个耳环的 它是一条已经没了鱼肉的水 即是我 好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还有开关键 有新片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 那我之后也会做更多关于韩国娱乐的一些专题的影片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立刻开始啦 那首先呢 其实这么多样周边里面 其实都一样是官方的周边而已 一周年的团体收服 这个大家那时候是疯狂地抢的 那我也不例外 我也是加入了这个抢购的行列 那我当时呢 因为韩网没得买 然后转战了这个日网 那我就是请代购帮我买的 那价钱这些东西就不好说啦 是不是先都没得买了 哇 我第一次拆的 背面呢 就是这样 普通正常的一个手服 那正面呢 是这样的 啊 好漂亮啊 真的 我相信这个是brand new 小友的高质 但是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收这些周边 我看到那些人这样挂在一幅墙上 但是 我应该不会啦 因为我本身的房子已经够暖 哈哈哈 但是呢 我刚刚发现了一件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点黄黄的 看不看到 不知道是本身 他拍照的背景是这样的 还是我这个是 呃 不小心我都似乎呢 有没有人可以解答一下我 一片片的 但整体我也是很喜欢的 手服这个东西呢 无论买多少钱 我也是觉得不值的了 总之这个我就很满意了 第二个呢 就是AB new 做的一些周边 那我真的 我现在想回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买 其实他做得很漂亮 但是 我本身觉得手服是不等小的 但是我买了 那呢 第二条呢 背面先啦 粉丝做的这个是 它是打直的手服 OMG 是不是很漂亮 我每次买完东西 收到周边之外 之类的东西 我都会想回为什么我当初会买 我觉得它的Quality是很好 就是摸进去跟官方的那个是一样的 真的永久收藏 我买的是一个set来的 除了刚刚的手服之外 也有一个这样的 可以看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有趣 应该是先看好那个时扣 我觉得那个时扣好有趣 这个夹公仔机 对 然后呢 旁边呢 就是夹到一个 夹到一个林英文 OMG 超有趣的 不知道看不看到呢 很可爱 但我不捨得用 ABnew 无论画工 设计 软软 完整 这个brandnew的美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最新online concert 那些周边 哇 真的惨不忍道 看完catalog真的会 扯火 怎么买啊 大佬 血汗池 怎么写得下手买 又不是有人送给我 送给我也觉得 浪费钱 brandnew 真的连photoshop都用不好 虽然我也不是用得很好 但是 我心想我给这样的价钱 你给这样的质素 我是水鱼姐 但你也不是这样的嘛 真的麻烦 麻烦 brandnew 给多一点点诚意 好不好 那买这个站姐的手服 就送了很多 卡和帖子 给我 给大家看 这些照片啊 我不送给你 这些照片啊 我不送给你了 还有一大堆的贴纸 和帖卡 真的很多 一袋一袋 展示不了给大家看 否则影片就很长 总之我很喜欢这个赞姐的照片 虽然我买回来是用来买 但我真的很喜欢 粉丝真的很用心地弄这些营换物 超级高质 给你们个赞姐 之后呢 就来到我最爱就是 色物的方面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很喜欢耳環 我经常都会带不同的耳環 出来拍片 很多韩国偶像耳環 都有赞姐 会有些赞姐去找他们的同款出来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这么多品牌可以找到出来 真的可以做偵探 有些赞姐可以找到出来 还有开了代购 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买了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看看 这个Hey Jewelry 其实刷过给大家看的 就是在我IG post里面的 英冬月亮链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除了有个盒子之外 它就会有个袋子 这样包住这条链 再在袋子里面 再有一个袋子 应该是防止银氧化的 那就是 月亮链呢 是怎么样的呢 这就是那条 传说中的英冬月亮链 是不是很漂亮啊 虽然它价钱不便宜 但是 我觉得它的Quality就有回到的 我觉得月亮做得很精致 近看它有一些虾纹 其实它的虾纹 其实做得很漂亮 远看 其实你会觉得它在闪着 但其实它没有任何的闪着 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它这个细节的位置做得很好 很喜欢啊 其实我还有个Hey Jewelry的款 是一对耳環来的 摆了图在这里 真的超级漂亮的 除了林英文带过之外 带过 看完照片 立刻 啊好想要啊 但是那时候 就没有代购了 直到我现在找到代购买 就已经没得买了 真的事不宜我 另外 第二件呢 就是一个戒指 就是这个 希望看到了 它就是一个可以自由调教大小的戒指来的 那我自己觉得呢 戴在无名指和尾指是最好看的 因为呢 如果戴食指的位置太粗的话 反而不好看 所以大家买回来 都是建议戴在无名指或者尾指 那这个戒指的牌子就是ASMAMA 那大家都可以找一下代购 另外一个耳環呢 也是ASMAMA 那就是这个 是不是很漂亮啊 这是耳環来的 但是我买的时候 没有留意到它是戴耳骨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它的耳针是非常粗的 比普通耳環粗很多 那我就试试戴在耳朱位 都觉得很疼 所以我到现在呢 都没有带过它出街的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款 就是因为它是单个单个买 我当初呢 甚至是想买两个 每边都是一个 那幸好我没这么做 要不然我又赏了钱 如果大家想买韩星周边的话 那我觉得饰物也是不错的 是选择来的 因为呢 它会比起首幅啊 或者认魂棒那些 更加实用少少 我觉得 就是衣服啊 或者是一些首饰的话 你起码平时生活可以用 好好好 那来到最后呢 就是去到这个衣服的部分 那我就买了两件T恤 都是Dickies的 首先呢 就是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 新蓝色的Dickies的T恤 那这件呢 其实不是让我穿的 那这件呢 其实就会比较基本一点 那... 就... 其实都没什么特别好说 是不是先T恤一件 那第二件呢 就是一件白色的T恤 那呢 我之前一直忍着不穿 就是因为想和大家拍过去 那一件 又是比较basic 款少少的T恤 其实Dickies的T恤 也是... 对了 比较... 基本少少 啊! 不记得和大家说 刚刚那个呢 是和这个甜红 不是同款的 不过就不同色啦 因为... 呃... 始终太sharp的颜色 未必各个carry到啦 对了 那我现在这个呢 就是冬然的... 呃... 同款 对了 白色的T恤 应该没人会嫌少的 是不是先? 所以我就买了它回来了 那我觉得现在的天气 都依然很适合的 因为呢 它这个白色的 就会比较薄了一点 就衬普通T恤 儿子服也好 最喜欢怎么衬就怎么衬 好!今次的分享呢 就差不多了 但是这里想奉劝大家一句 就是买东西之前呢 就想多多想 虽然呢 想多多想 如果你是很想要的话 你最后也是会买的 但是... 想多想好一点 哈哈哈 想多多想先 对了 今次这条片呢 就差不多了 那呢 最后我这里奉劝brand new一句 麻烦brand new的美工 给多2千余筋 弄漂亮一点的周边 如果不是真的给不下钱的 如果你喜欢这两个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频道 开关门 我们下条片再见 pia